大家好,我是惠姐 最近冠状病毒蔓延全球 让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紧张 大家都知道洋葱有杀菌的效果 今天惠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洋葱非常好 三年前惠姐本身自己感染了H1N1的流感 当时我的筋骨会痛,会冲痛 还有发烧、咳嗽 一开始是喉咙痛 那我那时候呢,我并没有看医生 我早上8点炖一颗洋葱吃 吃完洋葱马上喝350cc的热开水 喝完热开水,我睡觉 我三个钟头吃一次 三个钟头吃一次 当天总共吃了三次 到第四次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冒的感觉了 那今天惠姐在这边示范给大家看 洋葱呢,第一个步骤 有些人家庭主婦都会知道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知道洋葱的做法是怎么做 就是把前后切掉 再来呢,把外面的皮剥开 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断 就像炒洋葱这样子 因为有些家庭主婦都会知道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那我们就把它切断 把它这样切断 切断以后呢,就是这样管弓 但是里面不放水,完全不放水 再来呢,放电锅里面 外锅放一杯的冷开水 然后烫下去 等它跳起来以后 差不多15分钟 拿起来吃 洋葱热热的吃 吃完以后一定要马上喝 大约350cc的热开水 热热的喝,不是温开水 是热开水 喝完热开水以后 抱着棉被睡觉 效果非常的好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很多人 有些居家隔离的 你们可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做 搞不好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谢谢大家